两个饭桶都什么时候了就知道吃 宴会上不让人吃东西 难道替你们叶家人 在这门目 你 我放 我怎么越看你越不吃东西 爸 您跟这种人费什么话 再过几天啊 我跟如涵就要结婚了 到时候咱们叶家我就飞上天了 至于你杨慕容谎 你不会真对我 叶眼不忘吧 我对你叶眼不忘 叶天宇 你大拜天做什么梦呢 我跟如涵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 咱们两个一个在男一个在美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你可千万不要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说实话 我还真对你没兴趣 你装什么装啊 至于你吧 叶子清 再过几天我们叶家就要晋升成名流家族 到时候你呀 好好拼话点 给我在这好好当一个服务员 否则呀 让你吃一肚 耻辱 我和我妈做错什么了 怎么就成你们叶家的耻辱 你妈 又是个狐狸精 勾引别人老公的小三 生下你这个上不了台的一种 不是羞耻是什么 我妈是不是小三 我妈不知道 哎呀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这有些事情就不要再讲了 都坐下吃饭吧 咱都是一家人 和和兮兮的不好 谁跟他们是一家人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告诉你 只要我在业家一天 这个野种就休想列入我们家族宗族 妈 要不这样吧 三日之后啊 是我跟如涵的订婚宴 到时候你俩也快过了 我们家的订婚宴 叫他们来干什么 妈 这订婚宴呀 肯定要大排场 再说 我跟如涵的订婚宴只有一次 那肯定是越大越好了 到时候呀 那排场大了 让他再过来 打打仨味也挺好的 我看行呀 叶家未来可是要精神为民流家族的 他俩过来 正好可以让各大家屋都看一下 我们叶家 还是一个体验家族嘛 那行 就听你们俩的 让他们当下手 好啊 三日后 我必将有一份大的送上 希望到时候 你们会喜欢这份礼物 子芊 我们走 这不容后 还要给我们准备大礼 天宇 这个只会端茶倒水的黄脸婆 能给我们准备什么大礼呀 该不会是什么 身材身饭吧 真是丢死人了 如涵 一能嫁给天宇 那是天宇的福气 以后我们叶家呀 都靠你了 伯母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小峰 你为什么会去参加天宇的订婚宴 子芊 虽然我还没有查明你母亲去世的真相 但是我一定要为你证明 为你妈妈证明 你妈不是小三 你也不是什么业重 你真的肯相信我 我相信 订婚宴上 我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才是唐康正正的业家大少爷 小峰 你要干什么 为你妈妈证明 把你妈的祖坟签回叶家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心愿吗 订婚宴上 我要让一切这项大白 谢谢你和我做的一切 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大货里救出来 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子芯 我对你的任何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的 大小姐 正是当年叶子清妈妈和她爸爸结婚室登记的资料 请你过目 相信不久 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叶子清妈妈才是原配 好 有这个结婚婚姻件和结婚照就够了 对了 咱们她妈妈的事情调查得怎么样 我已经安排了全球最好的侦探来调查此事 侦探那位来报 已经有情没问了 相信不久 事情就会说了十处 十年了 是时候还叶子清妈妈一个真相 你看我儿子多事 叶夫人叶老叶恭喜恭喜啊 你来了 里边请里边请 哎呀叶少爷和这位准叶夫人 真是人中龙凤 天造地车啊 恭喜恭喜 黄小姐 快里边请 不知这二位是哪家的千金和少爷 啊 请问二位是哪家的少爷和小姐呀 你们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这位是 慕容放 你怎么穿成这样 慕容放叶子清 让你俩来给我们打价 穿成这样 是想抢我俩风头 抢风头吗 我倒是不敢 精英的主角 可是你们业家 慕容放 让你过来是给我们打下手的 你穿成这样 是想购与哪家大少爷呀 乌鸦就是乌鸦 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 慕容放 你俩为了参加我们的订婚宴去翻高枝 还真是下了血管啊 这身形都是租的吧 这牌子我见过 起码得好几十万 这得稀罪我盘的 衣服是租还是买 就不让你们费心了 还有 今天 我可不是来给你们打下手的 我是代表鼎天集团 来参加订婚宴的 你 鼎天集团 别开玩笑了 哈哈哈 你不是对鼎天集团打扫厕所吧 怎么可能派你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啊 来参加你们订婚宴是你们的夫妻 还不满意 子清 我们走吧 站住啊 你们两个究竟想干什么 来参加订婚宴 你 行了行了 来者皆是空 既然是代表鼎天集团 正能说鼎天集团 看得起 我看贵客也斗得差不多了 你进去 你发 不能让他们进去啊 他们要在我们订婚宴上闹去 他丢住咱们叶侠人的脸啊 老爷 我看你真是糊涂了 我坚决不允许这两个上不着台面的东西 参加我儿子的这个婚宴 夫人 这 哎呀 你看都来得正我多人了 别让大家开笑话 笑话 我看他们俩才是最大的笑话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放他们进去 我就跟你没完 哎呀 夫人 哼 我们走 把 把他俩给我拦住 他俩要是敢硬创 那就好好伺候一番 伺候的好了 重重有少 走 行 哎 你们不能进去 小风 这 我们有邀请韩 也不能进去吗 没听见主任家刚才吩咐吗 你俩不能进去 你 子清 别担心 我有办法 喂 我在你们花园酒店 忙了三分钟内 让你们酒店老板 再来迎接我 行了行了 你俩哪凉快哪待着去 别来这儿妨碍我工作 喂 怎么还动手了 动手怎么了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要动脚了 要不 我们马上先上边上 先上大子 不解 很快就会有人来迎接我 哎 我说 你俩别见酒不知吃法酒啊 滚滚滚 走 老板 你你 你怎么来了 我正在教训两个闹事的人呢 慕容小姐一个了 好大的胆 不好意思 慕容小姐 是我安排不中 您别介意啊 今天我来是三家 夜价的冰封宴 哎呀好好好 你你你里面请 啊 好 好 谢谢你 我来看看 你 嗯 我来看看